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中国空间站迎来了第二个飞行程组和守卫女航天员 美媒专家不得不感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称 由三名中国航天员组成的飞行程组抵达星空间站 这是中国年轻的航天工程迈出的重要一步 中国的太空计划正在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项目之一 CNN介绍自己获得了参加新闻发布会等此次发射活动的珍贵机会 除此以外,CNN谈起太空政治称 即使在太空也无法免受地球上的政治影响 由于美国的政治反对和立法限制 中国航天员长期被拒于国际空间站之外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设定了建立自己空间站的长期目标 布尔巴赫则认为 两国分歧太大,可能会阻碍宝贵的科学进步 就目前情况来看 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甚至不能交换月球岩石样本 但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做了这件事 美国的许多盟友都愿意在太空探索方面与中国接触 而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立场可能不会得到多少好处 而且中国现在可能不需要美国的援助 布尔巴赫说,中国已经显著领先于欧洲,并正迅速赶上美国 另外,国际空间站可能会在2030年退役 如果美国不能或不愿意维持航天员在太空的存在 中国可能就会获得优势并领先 在CNN看来,这就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空白 而且即使国际空间站继续开放 天宫空间站也可能成为它的重要竞争对手 布尔巴赫猜想,中国可能会允许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航天员留住空间站 并开展实验,以提高他们的国际声望 就像美国一样 另据CNN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希强说 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是以我们自己的计划为基础的 我们有自己的战略和计划 我们不想和别人比较 关于国际合作 林希强在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认为载人航天探索 使人类共同的事业 离不开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原则 与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航天机构 以及联合国外公司、欧空局等航天组织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 中国空间站的建成将为我们开展 包括航天员联合飞行在内的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事实上 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向我们提出了这方面的意愿 对于其他国家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 展开国际合作 我们持欢迎态度 相信在中国空间站完成建造 进入运营与应用发展阶段后 大家将会看到有其他国家的航天员 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 据报道 易光复将于10月16日踏上他的首次太空之旅 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在中国空间站未来全面运行时 他被视为中国航天员 接待外国同行的关键人物之一 中国空间站向世界敞开合作大门 是历史上此类项目 首次向所有联合国会援国开放 无论国家组织还是私营实体学术机构 均可平等参与到中国空间站项目中来 也就是说 中国不会向其他国家设置附加条件 换言之 中国空间站也对美国开放 但是美国必须表现出自己的诚意 废除沃尔夫条款 现在是美国做出决策的时候了 面对此种情况 美国国家航天局局长比尔尼尔森表示 美国愿意和中国在太空领域展开合作 但是中国必须先允许美国对天宫空间站项目进行审查 达到他们的标准后 方可进行合作 同时他还狂妄地表示 中国的太空计划也应该让美国主导 空间站应该使用国际通用的英文 对此 网友纷纷评论 没用小传和繁体 已经给你面子了 不但要用中文 还要不定期换字体 中国的空间站 用什么文字 美国人说了不算 其实 在今年6月 神州12号载着三名中国航天员 刚刚进驻天河核心舱不久 网络上曝光了我们的空间站 使用中文操作界面的时候 就有西方媒体跳出来 说不符合美国标准 当时就被网友怼了回去 有意思的是 这时候 纳尔逊局长突然又话锋一转 说中国已经宣布 与来自17个国家的23个实体合作 在天宫上进行科学实验 原来他是嫌中文太难学 万一有一天国际空间站真退役了 NASA有求于中国空间站的时候 文化水平低的美国航天员 看不懂中文啊 对此 中国网友也表示 别来 我们还怕你们钻孔呢 在空间站计划提出之初 多个国家就向中国提出了42个太空合作项目 最终在经过筛选之后 中国在其中选出了17个国家所提出的9个项目 这17个国家当中 不仅囊括了法国 德国 以及意大利和日本等较为发达的国家 同样也有着墨西哥等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提出的项目 甚至还有消息指出 欧洲宇航员可能会在2022年 成为首批到访中国空间站的外国宇航员 可以说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是相当紧密的 然而令不少美国人感到愤怒的 却是这份名单当中并不包含美国 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资格愤怒 沈州微船首任总设计师中科院院士 契发任近日透露 中国在平和之后 拒绝了美国 批准了其中18个国家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资格 文章还声称 让谁进入 中国是轻挑细选的 毕竟空间站的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中国挑选出那些比较有价值的研究项目 该文还直言为何拒绝美国的申请 文章引述其发任指出 美国国会2011年通过了沃尔夫条款 在航天领域是不跟中国合作的 如果美国要去违背自己的法律 去跟中国合作 那他就得先把他们的沃尔夫条款去掉 再跟中国合作 长征系列火箭总设计师 龙乐豪院士则说 当年有75个人的名单 就是不让这75个中国人进入美国国土 所以美国人如果真要到我们的空间站来 我们也不要这样笼统地不欢迎他 但是他应该有条件的来 他先把那条国会的法律给废除了 最近这些年 NASA这个局长比较精神分裂 一方面他排斥与中国的合作 比如在今年6月23日 纳尔逊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时就称 他支持将排斥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的沃尔夫条款永久化 也就是永远不允许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研究项目 而另一方面 他又实时强调中美航天合作 做出违背祖宗的决定 比如在8月25日 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第36届科罗拉多太空研讨会上 纳尔逊又对外承认 中美两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太空追逐赛 但这并不影响两者成为共同研究航天航空的合作伙伴关系 但是美国所谓的合作是有条件的 比如要审查中国的航天计划 要在空间站上占主导地位 说白了就是中国出钱 美国得好处 咱们当冤大头 中美在航天领域的合作是有前车之鉴的 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 我们使用长征二亿运载火箭 给美国休衣公司发射卫星 由于美国不愿意透露卫星的一些数据 导致点火之后 卫星与火星发射共振 在和平台爆炸 但即便这样 我们的火箭还是将卫星残骸送入了预定轨道 天宫二号总设计师朱聪鹏 在参加节目时表示 中国从未主动申请要求加入国际空间站 中国坚持要求独立自主的发展载人航空事业 绝不能让关键技术掌握在其他国家手中 中国要建设属于自己的空间站 美国处于私心终止和中国的合作计划 而中国今天就能用技术不达标为由 光明正大的将美国拒之门外 美国再也无法从实力的角度出发 和中国进行谈话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